第一名是Sale,第二名是Fallcoin,第三名是雲端的應用部分 那今年我們把前三名,需求的前三名的部分,都安納到今年20年 那其實很可惜的部分就是,我們課裡面的經費其實是蠻有限的 但是我們還是覺得說這樣子的資訊的連席,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有幫助的也是需要 那所以我們還是課出一些困難,把一些經費調整出來,安排了這樣子的課程 那其實這個資訊,這個雲端應用的課程,我們是分成兩個部分來上 那一個是總值班的部分,那總值班的部分會上比較先速一點 我們希望說,一個同心園有這樣子的一個裝置 以後回到同心園裡面,我們能夠運用這樣子的一個雲端來做相關的聯繫 或是文件上面的協作,或者是在運用其他的 在運用其他的Google上面平台的運用的時候,能夠給投資做個點幫忙 所以我們總值班 那今天是屬於一般般的Google,我們沒辦法用一個實際上來做操作 不過,其實Google上面的東西大概,我們都應該多少都有用過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的是,廖宋文家老師,林東科技大學的老師 那他對於資訊這一塊,他其實有很專業的一個,有很多很專業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用的論壇,就是廖老師他把我們的資訊在做 那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這個過程當中其實 廖老師都還把我們在做系統上面的文物跟更新 這我們非常感謝他 那其實他在資訊的部分的領域其實會有很多 那請他來看這個Google的客戶,其實是也給小看他 不過他日上總值班,他其實照得很沉入 其實這個部分可以看得出來他平常在運用資訊 的這一些,不管亂體也好,或是這個平台上面 他都有很多細膩的地方 那期待待會他們,廖老師可以給大家很多的收穫 那這個課程其實今天針對一般班 我們上個禮拜九只班上過之後 還有這個老師做討論 那針對課程的部分有在做一些修正 所以大家下午的時間 老師會針對 現在Google可用這個瀏覽器的應用 最基本的應用有一些你一定要會的 那有一些你可以再試著去把它學會的地方 讓你多了解 那第二個Google會用它的手選的功能 但是Google的手選有哪一些技巧 可以再多學,多了解一點來幫助我們 不管要找資料或要找圖片要去做其他的運用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們 大腿教導師也會提供我們一些 一定要知道的 再過來 你想再進階多了解一點的地方 除了Google的搜尋 Gmail的部分 他也會讓你知道 Gmail也是只有收發電子有件而已 Gmail還可以幫助我們工作上面 能夠發揮到更好的效益 可以怎麼做 用哪一些技巧可以運用 那其實我們今天開這個班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 除了我剛剛說的 你會用Gmail 你會用Google搜尋之外 我們如何運用Google上的這個平台 運用它的地點 運用它的文件 來做同心與之間的協作討論 互報 這是我們今天開這個課 有一個請大家來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在於現在在製作的部分 所以我這個部分 很特別請教導師 一定要針對Google的一段一點裡面 還有Google的文件 還有Google協作平台的相關操作的概念 讓人清楚 所以今天你們來上這個課程 最主要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最基本的 大家也常用的 Gmail的部分 Google搜尋的部分 甚至日曆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有關協作平台的部分 你會想 你會操作到一段的硬碟 你會用到Google的文件 你會建立一個平台協作的概念 所以今天各位來學習 今天來各位來學習 就是有這兩個大的部分 希望大家能夠多硬碟收穫回去 以後運用到不管胡錦爺也好 或是你自己的工作也好 甚至你可以把它推廣到 你自己的服務機關或學校裡面 幫助同仁 來達到一個工作上面的交流 那如果有多餘的時間 我想要保持他也會分享其他 因為有關於 我們平常在操作電腦上面 有什麼樣的小技巧可以協助我們 那今天的課程 我大概這樣大家了解 為什麼今天找大家來做這件事 那最後面我只有一個要求 一個期許 一個要求就是 希望大家上完這個課回去之後 你一定要有Google的帳號 你一定要有Google的帳號 後續我們論壇 或是我們同仁之間的聯繫 我希望所有人都盡量以Google Gmail的部分為基礎 大家都能夠有這樣一個聯繫的網絡 建構起來 所以這個要求就是 回去之後 不管你有沒有Gmail的帳號 自己都一定要建立起來 然後試著去運用今天所 學習回去的東西 第二個我說的一個期待是 期待各位回去之後 要多去用今天所介紹的東西 不管你要用最基本的Google搜尋 Google的資歷 Google的Gmail 或者其他更多延伸 在Google的應用商店裡面 它有各式各樣的軟體程式 你都可以延伸去運用 重點就是 今天這個課只是一個開始 只是一個敲門搜 師父引進門 修行在一個人 只是讓各位知道 在Google的運動 運用上其實有各種各式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來運用 之餘回去之後 還是要帶各位 你一定要回去用它 沒有講到的你就是去試試看 你相信一定會 對你的工作很有幫助 我舉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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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的情形 我們就直接把它放到一段影片去 科科 他有負責 像我們就自己去填報它 直接的情形 我們時間到了 我們就把印度來 承報給部長 相關的 要最終的 要我們填報的事情 我們很多都是這樣使用 各位看到去年的微電影 我們很多 我們電影裡面的腳本 也是透過文件的方式 大概過我們去編輯 通常編輯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同時上線有哪一些人 他就針對他們 他們現在目前所負責的 角色橋段在電舞界 所需要的情節 在過程當中 他們可以對部長 去做相關的討論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去嘗試的一種方式 所以 也鼓勵大家 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進一步多做運用 你只要用 才真的會 不管這個課 永遠都只是 你上過了三個小時 過去就換給老師了 那 今天 我非常感謝廖老師過來 那廖老師他也很用心 把相關今天 會講到的 或是有一些他今天會講到的 他都會在 網路上 會存放有相關的影片 你只要點進去 你想要看哪個部分 你不懂的 你都可以去點那個部分 去了解 怎麼操作 這樣還是都有詳細的說明 那 師傅李靜本 休息單位 就靠各位 那最後一點 我要謝謝 那個 資訊團隊 幫我們占國的這一切 然後相關 活動從 之前的第一場 E4L 它會通過 從8後也不過來 都在 活動的進行當中 都給了修正的錢 這點我非常感謝他 那接下來是大部分的時間 那請大家好好 好好自製的學習機會 好好做學習 那我們這次是再給 廖老師一人熱烈的獎勸歡迎他 好 大家午安 那我不太用時間了 謝謝各位 好 大家午安 那麼 剛剛這一段的路線